侯永永和李可1月31日,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官方宣布李可 严纳里斯、侯永永和邹德海加盟球队,作为中国首批规划球员,李 可和侯永永一直受到外界关注,在完成所有手续后,他们就将在中国 足协注册,严纳里斯因为尼克所以改名李可 看到国安俱乐部官宣时,不少球迷一度有点萌,因为从传出国安将以 入规划球员的消息后,人们听到的名字都是严纳里斯,事实上,李可 是严纳里斯规划后选择的中国名字,严纳里斯的全名是尼克 奥拉西纳里斯,不过在英国时,队友们都喜欢叫他尼 可,之前大家给出过几个选择,扁里斯,尼克,李可,最终,他选 拉里可作为中国名字,这个名字听起来更为亲切,李可的外祖父 外祖母都是中国人,母亲则在英国出生长大,来到国安队后,他赞 时还没办法用汉语和队友交流,这是需要他逐渐克服的语言观 李可出身于阿森纳清训,并曾任阿森纳青年队队长,之后加盟英 冠球队布伦特福德,从英国回到中国,李可对规划的态度也由一开始 得不解转变为欣然接受月一日,他的经纪人接受采访时透露,刚 听说规划这件事时,李可是布伦特福德的队长,我没准还能去英超 为什么要去中国,此后,他们来了中国两次,并在现场观看 了国安和恒大的比赛,公体的球迷,国安的球事和北京的生活都给李 可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加上之后与家人的沟通,李可开始接受规划 同样是2月1日,李可更新社交媒体,我非常高兴加盟北京国 安,对我和家庭来说,这是个非常棒的机会,我已经迫不及待要为国 安对效力,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来到我母亲和外祖父母祖国踢球的 梦想成真了,侯永永除了踢球弹钢琴也是高手合理 可不同,侯永永对中国文化更熟悉,她的父亲是挪威人,母亲是中 国人,母亲从小就教她说汉语,虽然相比之下,侯永永的英语更为流 比熟练,但在和队友,俱乐部工作人员交流时,她都能说汉语 侯永永出自挪威特隆俱乐部清训,这正是她出生地特隆海姆的一家剧 乐部岁时,侯永永准会加盟罗超豪门罗森伯格,并在16岁旧 代表球队在联赛中出场,成为罗森伯格历史上最年轻的联赛出场球员 来到国安前,她效力于挪威斯塔贝克队,侯永永擅长的并不止 有足球,挪威电视台曾评价,她的足球和钢琴水平都是国家级的 015年时,她曾与挪威著名小提琴家同台演出,在音乐会上展示钢 秦才华,之前来到国安办理相关事宜时,侯永永留给俱乐部工作 人员的印象是非常有礼貌,教养非常好的孩子,对于外界给的赞 欲,小伙子非常谦逊,即便说起钢琴,侯永永也笑称,现在的水平 没有小时候好了,2月1日,侯永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身穿国 安队福的照片,非常自豪和高兴能成为国安球员,她在之前接受 采访时表示,我觉得我不能拒绝这个机会,国安是一个大俱乐部 有很多优秀的球员,我非常期待,进展退级落户等手续还 在办理中目前,黎河与侯永永都随北京国安队在葡萄牙东逊 在此前两场热身赛和大西洋杯首场比赛中,他们都代表国安出场 通过网络转播熬夜看比赛的国安球迷们惊喜的发现,这两名球员都有鲜明 特点,而且在比赛中有不错表现,不过到现在为止,两人虽已玩 成了国际转会手续,但相关的退级,落户等手续还在办理中,黎河 侯永永放弃了英国国籍,挪威国籍,全部手续完成后,国安将为他们 在中国足协报名注册,值得一提的是,放弃挪威国籍,侯永永还是手 立,两名球员完成规划前,需要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但接下来 对他们更大的考验是融入球队,毕竟两人之前都没有在中国长时间生 不过,据了解,国安正在做相关工作,立球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让两名球员尽快了解,熟悉中国文化,叫他们唱国歌也已提上日程 这是李可和侯永永首先要学习的,才写,新京报记者周肖